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川普正在申请拆股 大概一拆二拆股 所以在市场中股票的数字是有限的 但到底谁在打压他 谁在烘托他 没有更多的解释 其实我自己以为里面是有一种势力 有一种势力 当川普的盘面完全巩固 就是他在波动的过程中 完全受到某些人的操作 跟川普现实的状况很相关 川普股票最低的时候 就是在曼哈顿开始进入开审的时候 所以有些人故意做这样的事情 一直给他压到 就一根线下来 压到22块钱 后来川普的川普媒体集团发表声明 就是提醒一些人 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真相世界的股票 借到别人手里面做空盘 所以他的解释很简单 在川普股票在市场可以交易的股票 数额很少 那么少的数额 数量是不足以把这只股票 打到22块钱 那做空盘的不足以有这么大的力量 一定是被人窃用 所以那他这种东西呢 就像我们说的MUX房 互惠基金 那互惠基金对很多人来讲 他是一揽的 对不对 给你选择不同的股票 9支 10支 8支 7支 然后在这一揽的计划当中 去如何运作 有些是这么做的 那川普的股票就有人放在他的 类似这种东西 我相信所谓金融衍生产品 比我刚才描述要复杂很多 但任何的复杂都是把自己的股票 真相社会的股票抵押出去 那抵押出去呢 结果那个帮你去赚钱的人 那他可能就做了空盘 对川普股票本身就造成压力 所以在那个声明之后呢 结果就快奔奔往上崩 所以我个人坚持以为 这就是有两种力量在炒作 而川普 这事我们早就跟大家解释过 而川普股票本身呢 他持有这种股票的相当一部分的铁粉 是在不同层面下单的 有30多的 30多的比较多 30多 40多 50多 还有70多的 那他跌压着往上走 那有些人可能真正炒股的话呢 他就用这种期权的方式 那任何方式都可以看到 真正拥有川普股票的人 他可能挂 就像我说 他可以挂在后墙上 当成一种荣誉 那这个股票就变成不可交易 所以那这就在市场上 何为真相 就真面真相面里面 真面里面 那另外一个东西呢 就可能跟所谓的空盘相关 我们有一篇内容 曾经有一个人提到说 如果不把川普股票打到30块钱 做空盘的挣不着钱 那当打到22块多钱的时候 实际做空盘的挣着钱了 那他做空盘的如果挣着钱的话 很多去平仓了 他得跑 他把钱收走 那做空盘打下来 平仓就是买入 所以这样的话 再次就把同样有一笔钱 去中间欺诈那些小户 那他以借贷的方式 抵押的方式 使得自己一夜暴富的收法 抵押2%5%的抵押金 那这是非常有可能 所以我眼睛里看到 就是这个 就是满仓了 我们那时候叫平仓盘 大量的平仓盘涌入 就是跌破30块钱之后 然后就把股票弹起来 这个也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30块钱作为一个界限的话 现在是46块钱 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几 如果你一定要说的话 增长66%的话 大概在 大概在50块钱吧 30块钱对50块钱 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空档 就是很吃横的一个故事 这些都是倒股票当中 很多人去简单陈述 其实股票的波动 就跟人的命脉 人的脉血的波动是一样的 跟人身体的线条 跟这个水的波动 空气的走动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的 在底盘增长30% 回挡一下 再往上谈到66% 再回挡一下 黄金风格就是 你看半天就是黄金风格 那你现在的 你现在就变成翻一翻了 对不对 就遮过去了 一到翻一翻遮过去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就另算盘了 他就从20块跌到22块钱 如果增长66%的话 那就是30 30 30 35块钱 在这就成为一个平台了 就是他不会再往下跌了 然后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 他就是那样 其实就黄金风格 揭示了人 揭示了在股票当中 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 黄金风格是什么 是天地人 其实就是天地人 这就是真正把中国传统的文明 你真正理解的话 那其实这东西都不在华下 有朋友说 他跟你不懂股票 瞎掰 玩股票就玩人 懂得人就懂得疫情 懂得人就等于 这是我们当原来说的 其实你现在 懂得生命的人 就知道股票是害人 那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我简单跟大家介绍 这篇内容了 它是一种暴涨的方式 来评价的 这是商业电视台 川普在4月中旬 开始了惊人的上涨 4月中旬 今天29号 那收盘 46块零毛九 涨了12.4% 然后川普是最大的股东 然后提到真相社会是美国真正的声音 这是川普今天讲的 因为股票涨到40多块钱了 股票涨到40多块钱 现在川普可能有 大概一亿股 大概一亿股 真的 可能是 然后这里说 3月26号 3月26号开始交易 超过70块钱 79块多钱 后来下跌到22块8 然后 然后从那时起 价格翻了一倍多 为公司市值增加了数十亿美元 在他增加的过程中 是川普把股票稀释的过程 同时还有川普得到了一些奖金股 就是大概3000多万股 而公司却没有任何所谓的重大消息所说 川普媒体的上涨 可能是公司的警告相关 跟监管档案的短期结果 这些都是下牌的 这只股票根本不是按照他的营业状况来确定 根本就不是 然后另外有专家说 该公司警告股东什么卖空者 这些我们刚才讲了 一些卖空者可能已经削减了 不是 就是他平仓了 平仓 一个卖空的人平仓就是买了 就完了 所以可能出现一些空壳打压 打赌价格 这些我以为就是猜的 终于早些时候 川普媒体一表 新闻稿主要强调了向股东拿出的资讯 建议他们如何避免卖空者使用 来打赌打压 所以里面其实讲述了所有内容的 没有什么在我眼睛里 没有看到他太实质的内容 川普媒体拥有超过两亿美元的现金 而交易亏损的 这就是营业的问题 根本不是 这只股票不是营业的问题 无论我们一周前处理美股 可以算 什么专家不专家 瞎掰都是骗子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